队长上场热烈鼓掌 全体绑队的同志们 大家辛苦了 这次咱俩的作品 这个是全世界最有名的雕作品 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护好 来回班院的时候 加点小鱼 听不听了 马丢的 坐这 摆过去 哎呀 队哥这三老头啥时候进来的 咱俩馆还没开张呢 怎么就进来了呢 还做中建 尤其戴眼镜那个 我抗议啊 这是俩老头 还有个小伙子 小伙子 小伙子你为什么戴个眼镜 把眼镜崽起 你还是戴上吧 你崽起啥地看不着 我告诉你啊 三老头看热闹看热闹 就是守着规矩 桌子里放在果盘上 那不是让你们吃的 那是我们的展览品 送一块罚款200块钱 注意点啊 这个 队长 放在那边 站住 回来 回来回来回来 你谁啊 我怎么头一回见到你呢 新来的 新来的 新来保安队的口号 你知道吗 知道啊 我们很年轻 我们很资料 哦了 这是以前的口号了 对 还有一个 我们成熟了 把头低下吧 成熟的麦顺 脑袋是 搭了的 哎呀 发音都不对劲 发音 搭了搭了搭了的 成熟的麦顺 老的是搭了的 搭了的 成熟的麦顺 老的是搭搭了的 搭搭了的 行行行行 慢慢练吧 慢慢练吧 展览馆明天就开张了 我们保安队 又有新的口号了 又有新的了 现在我告诉你 立正 为了生活美 我们搞艺术吧 来一遍 立正 稍息 立正 立正 大大力量的 大大力量的 为了生活美 我们搞艺术吧 来一遍 为了生活美 我们搞艺术吧 我怎么又来一遍呢 啊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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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对了 这小泥尔放哪儿啊 什么玩意儿啊 泥尔 帽子好好戴着 还展个泥尔 这叫雕塑品 艺术品 泥尔 我看你好像个泥尔 看来啊 看来啊 就你这种素质啊 要有在保安队 干好工作 我真的好好给你上一节课 我今天给你上一节课 这个东西 不是泥银 它是用白灰做的 他的名字叫 雕塑片 这件艺术 这银的这俩胳膊呢 胳膊都没了呢 队长 队长 你听我说 刚才也不知道哪个搬运工 不小心把这俩胳膊碰掉了 就说啥找 就没找着 明天咱俩馆就开张 这俩胳膊没了 怎么咱俩 你找着 队长 要不然震你吧 我上食堂啊 用面搓了 要不直接给他糊上了 你咋这么笨呢 你就不能找着衣服给他披上吗 对对对 这这张高队长 你太狠了 你过来啊 我跟你正式的上讲课 这个东西 它叫雕塑片 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 它叫 维特斯 维特斯 不对吧 维特斯好像是俄罗斯唱海豚人那小的吧 这是个女的 我想起来了 叫维特 维纳斯 维纳斯 对 维纳斯 对啊 维特斯不是维特斯 她姐吗 姐俩 对啊 姐俩 你看看 虽然这个女的胳膊美 但你看哈 她的艺术气息仍然存在 我就问你 你有什么艺术上的间谍 你能说一下吗 太惨了 后半身咋过呢 输对啊 把它想一块去 来来来来 下面我直接跟你上课啊 来来来 过来过来 站 站这儿来来来 瞅瞅 你看这个东西 简单不简单 太简单了 你看似简单 但它非常复杂 是 你知道它是啥玩意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外边是个圆 中间是个方框 像不像古代人用的古钱币 哎 像 这太像了 这长见识记吧 你 这很像 什么情况 不敢去 他想着 集合 我对 有情况 集合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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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不小心摁着了 那 那不就是个报警器吗 你咋能说它像古钱呢 报警器 是 它 是报警器啊 我说的是像古钱 我也没说的是啊 报警器 就是从古钱发明的 两用的啊 是啊 又长 又长直直了 俩身躺过它 干什么玩意呢 手就秃露了 俩身别瞎躺过 行 哎 哎 哎 看到没有 接着给上课啊 哎 你说 这是啥玩意儿 两条大腿 它不只是两条大腿 四条大腿 还八条大腿呢 这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你看这件艺术品 你有什么遐想 有什么艺术造就 说一说 那个队长 我瞎想一下子啊 那个 有个人 喝多了 大半夜 走走道 哗擦 就掉沟里 为了警惕市民 走道 注意安全 少喝酒 早点回家 做了这么一件 雕作品 我分析的对不 我真想一大腿爸爸 我踢死你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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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你可真是一和三之间的产物啊 你呀 就这么简单的问题 你分析得这么复杂 多简单呢 这条大腿 不就是 威那斯的 下半身吗 哎呀 笨你怎么着 我咋就没想到呢 哎 那他腿怎么倒了呢 倒 倒 倒过来 他为了找他上半身啊 啊 哎 对了 队长 那上半身 下半身 那咋还分家了呢 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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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 卡钩里边去了吗 分家 啊 队长 就刚才我说卡钩里那人是他呀 对啊 身子卡折了吗 哈哈 卡 卡折了 哎 啥你不明白 那那俩胳膊呢 俩胳膊在钩里边的吗 哥们卡折了 是啊 我我说咋找没找着呢 哎呀妈 那那上海找的 茶泥里边去了 哎呀妈 对了 队长 那个你说这卡里边的链子 那个 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吗 啊 你新来的 你没有必要值得那么多 值得那么多 对你没什么好处 哎 对了 队长 那个 哎 队长 你看 那是嗨一间教授品 你给我讲讲呗 啊 这嗨一间 哎呀 这是啥玩意呢 这是 这玩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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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应该是一个 碎美人 嗯 行了 咱们坐 别别别走啊 啊 你好好讲 我再跟你学一下 你再好好讲讲 碎美人吧 对对 碎美人就是 睡觉时候没 啊 你看 所以说他睡着了 朝着他曲线 朝着这曲线 像波浪似的 啊 每个人对他都能采成瞎想 啊 算 算 算 搞 搞 搞 你要看呢 啊 够级别吗 要看也得我先看呢 干啥玩意呢 你们都在啥单位啊 你说啊 来时候我说 一天做几顿饭 结果天天加班 你说做夜室 我这困着我刚一早 俩老爷们走我背 你说你这家伙子 做女人的情意和侃 我不干呀 睡美人睡美人睡醒了咋真磕了呢 是 睡美人睡着了好看 睡醒了就差劲 他谁呀 他吧 从艺术的角度来出发 这件 丢作的 队长队长 你别说了 此时此刻 我想送你一句话 什么话 想听吗 想啊 逆了 上次 逆了 为了生我美 你还是别搞我艺术啊 你别跟人不懂专服啊 对面这三老婆 你好好叫一样的吧 哎 臭啥呢 咬完了 行吗 哦 哦 哦 请你多看 请你多看 来吧 梁老师 点评一下 这个结构是通过舞台道具的设置 产生的喜剧效果 从我们室里人看的 这是一个顺时针的结构 从断比的维纳斯 到报警器 到他的下半身 一直到卡姐这个人物 是这样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是让我们对这个底充满了期待 因为两个演员 就从这边一点点走到这头 我们会想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包裹 所以这个从设计上来讲 是非常精巧的 那么从两个演员的表现来说呢 呃 我主要说说这个草根演员赵国 好 我认为你这场表现的 比你刚才那个要好 因为从这个角色分工上来讲呢 主要的包裹集中在宋小坡身上 不是在你这 你就像相声里面捧根那个 可是整个下来 每一句话你都在尺寸上 不撒汤不露水 衬托的宋小坡 每一个包裹都下来 所以像这样的一种 配合的表演方式呢 还要把自己稍微往后 退一步藏起来 这个表演方式就更加不容易 因为在以往这些天来 看你的表演 以往我们我要上香气里面呢 每个演员都想极力地把自己的强项展示出来 是往前抢 那这个往后收 反而更加容易能看出 这个人对人物这种把握能力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 你比前面表演还要好 最后送给你们三位吧 一句话 就是用你们保安队那句话 你们依然很年轻 但是演技是越来越止流了 谢谢梁老师 江峰老师 我同意这个刚才梁老师的分析 这个他们两个人呢 刚才基本就是像相声捧跟斗跟一说一答 在解释这个周围的这个景物 这个的戏剧矛盾和冲突是非常值得 但是呢 刚才我们梁老师说 我们的赵博像个捧跟的话 在我们相声当中 更像是子母跟 两个人都站着一个平等的这样一个地位上 来进行整个一个艺术创作 而且呢 作为小峰来讲 他是一个老演员 在我们所有的观众心目当中都有印象 我们大家对他的期待 就是他把自己的人物演好 而你是一个新演员 所以大家对你的那个 还没有期待的时候 就需要你用自己的演技 一步一步让大家相信你这个人物的存在 你通过你的表演 让大伙相信了你 这个作品呢 应该是从喜记效果上非常好 因为两个保安对着一个雕塑品 其实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 一般有点及时都会知道的 放在两个保安上来会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分析 整个流程呢 就是稍稍的人物显得有点夸张一点 稍稍大一点 但是不大呢 那个火或者状态又出不来 赵博眼呢很好 小峰的很有观众缘 因为后来我以为卡姐呢 吃了个下起来了 出来送饭的就是他来摆这个了 应该把底圆回来 刚才我都说了 你们有没有文化 这是什么 我先来里就把他封回了 这个戏就完美了 就把这个东西要告诉人家 就你们这还办艺术品呢 还开美术馆呢 你知道这是谁吗 就呱呱讲几句 完事了 这个王两人傻子了 那他不是创饭的吧 就两个人又把这个兜回来 谢谢三位老师 非常精彩的点评 而且呢 把我们这个小品 非常圆满的 给做了一个结尾 谢谢三位评委老师 好 也再次谢谢卡姐和宋小峰的 精彩配合 谢谢二位